那么这张图呢就是目前正在印度的科金船厂建造的 印度第一条国产的航空母舰 斯万吨级的蓝天卫士号最终建成之后的一个构想图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整个上部结构包括舰手的华越甲板 与正在俄罗斯改装的维克拉玛迪亚号 就是格尔什科夫号几乎如出一辙 但是由于它是全新建造的一条航空母舰 根据这个设想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舰体的上部结构特别是一个舰档 已经考虑到了90年代以后 世界隐形舰体技术发展的时候 它的整个上层建筑 不仅安装了大量的电子站和信息站 雷达探测这些设备 而且整体的外形考虑到了隐形的外形 所以这将是与现在正在俄罗斯改装的维克拉玛第二号相比 更为前卫 更为先进的 甚至具有一定的隐形能力的 一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 不过这条自建航母的道路 却一点也不让印度省心 首先是印度从来没有建造过排水量在1.8万吨以上的船只 要直接建造设计排水量为4万吨级的航母 起困难不亚于登天 因此印度曾计划将自建航母的规格缩小到1万吨级左右 但遭到军方强烈反对 其次是印度自建航母的核心技术装备和载机将全部依赖进口 为此印度不得不花费高价分别从以色列 法国构建防空系统 从俄罗斯和英国引进米格29和海耀战机 另外航母一旦建成就必须跟进配套舰艇 但以印度目前的舰艇配置看 现役驱护舰还不够分配给 科尔什科夫号和维拉特号航母编队使用 如果再加上新成员蓝天卫士号 就更是捉襟见肘了 最现实的问题是因为解决不了弹射器的技术 这艘航母的舰载机依然只能采用华越式起飞 这就意味着 别说与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没有可比性 就是与蒸汽弹射器比较也相距甚远 随着一个个难题的接踵而至 蓝天卫士号究竟何时能下水无意 同样还是个遥遥无期的尴尬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的第一条国产航空母舰 即便最后能够成功的造出来 它也一定会是非常难产的 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印度本国国防工业基础确实是太薄弱了 为什么他一直走这条二手航母发展之路 就是因为他本国一直没有这种设计研发 包括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 我们看到他从引进的前三台航空母舰 维兰特号 维克兰特号 包括戈尔什科夫号 不仅要买人家的二手航母 甚至连改装都要在人家的船厂改装 连改装这一关你都没过 你就想自己建造航空母舰 这就如同我们连装修房子都没装修过一回 你就要准备自己盖房子 还是盖一个四层大楼 这个技术难度 这个技术差距究竟有多大 我想正在建造蓝天卫视号航空母舰的印度人心里 印度海军造船厂心里 他恐怕是最清楚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 或说值得我们纪念的是 印度这个国家 他走这条航空母舰发展道路的执着 从当初不惜巨资 不惜重大的代价 一条又一条的 引进二手航空母舰 甚至不惜以挨载为代价 引进二手航空母舰 到目前为止 下这样的决心 以这样大的跨越 这样大的投资 直接要跨越到生产国产的航空母舰 这种发扬发展远洋海军的这种决心 和执拗的这种理念 我想是任何一个作为海洋 未来的海洋大国的国家 都必须认真去思考和借下来 未来的海洋大国的国家 也到了